宝宝的奶瓶到底多久消毒一次好呢? 常常莫衷一世,有的说每用一次就得消毒, 有的说牙根没那个必要,两三天消毒一次就可以了, 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做法呢? 很多宝妈与此往往困惑且难以下手, 其实这个问题类似于小马或何,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,当然说吧,也不尽相同, 宝宝的奶瓶如何消毒,也不可一概而论, 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, 今天若兰妈咪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, 跟大家探讨一下, 一,不同材质的奶瓶消毒方法不同, 塑料奶瓶,频繁高温消毒,会释放更多犹态物质, 所以不建议每次都消毒,用上两三次消毒一次就可以了, 平时可用开水烫泥效再用, 玻璃奶瓶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, 二,六个月以前的宝宝奶瓶每用一次都需要消毒, 六个月到一岁的宝宝则两三天一次就可以, 六个月前的宝宝自身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, 所以抵抗力会比较弱, 实际清洁不够,很容易, 因此得到肠胃炎,腹泻等疾病, 所以为了保障宝宝时的安全及健康, 奶瓶每次消毒是绝对必须的, 而对于六个月以上的宝宝, 一方面宝宝免疫系统逐渐完善, 有一定的抵抗能力, 另一方面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, 跟外界接触越境频繁, 实际每次都消毒, 反而让宝宝很难适应外来东西, 所以两三天消毒一次就可以了, 若能持续到了一岁左右再停止是最好的。 三,消毒, 24小时后,人就没有使用奶瓶, 就许重新消毒再使用, 因为放置那么久难免细菌滋生, 好了,解决了奶瓶消毒次数的问题, 那么奶瓶消毒方法是怎样的呢? 其实婴儿奶瓶的消毒方法很多, 而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, 如何对婴儿奶瓶进行消毒, 其实对婴儿奶瓶的消毒并不复杂, 只是在这过程中, 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而已, 下面我们就分点介绍, 如何对婴儿奶瓶进行消毒, 首先,应该把奶瓶, 奶水, 以及奶瓶各个部件清洗干净, 一,洗奶瓶, 没喝完的奶液先倒掉, 用水冲洗奶瓶, 倒入婴儿奶瓶专用的腿, 特别要注意容易一路的瓶颈和螺旋处, 二,洗奶嘴, 先把奶嘴翻过来, 用奶嘴刷除细清洗, 靠近奶嘴孔的地方比较薄, 要小心不让其裂开, 注意清洗奶嘴孔内藏的奶垢, 一保持住奶孔通畅, 三,宝宝喝完奶后, 最好能尽快清洗奶瓶, 若隔一会儿才洗, 瓶子上会存留奶的油脂, 奶瓶会变得粘粘难清, 瓶身上看起来也会污污的, 其次, 奶瓶消毒方法, 一, 准备一个不锈钢的煮锅, 里面装满了冷水, 水的深度, 要能完全覆盖所有已经清洗过的蔚奶用具, 冬水烧开后, 雾到十分钟再放入奶嘴, 瓶盖的塑胶制品, 盖上锅盖再煮三到五分钟后关火, 等到水烧凉后, 再用消毒过的奶瓶将取出奶嘴, 瓶盖, 带干了之后再烫回奶瓶上备用, 若是塑胶的奶瓶, 则要等水烧开之后, 再将奶瓶, 塞嘴, 奶瓶盖一起放入锅中消毒, 约在煮三到五分钟捞出即可, 温馨提示, 塑胶制成的食具, 都不宜煮酒, 所以建议在水滚后再放入, 煮三到五分钟即可, 否则很容易变质, 也可以注意奶瓶上的耐温标示, 如果不耐高温最好使用蒸汽锅消毒, 二蒸汽消毒法, 将所有的奶瓶, 奶嘴, 奶瓶盖的物品彻底清洗干净, 然后再一起放入电蒸汽锅中, 按上开关, 大鞋消毒完毕, 会自动切断电源, 三, 微波消毒法, 将清洗后的奶瓶盛上清水放入微波炉, 打开高火十分钟即可, 且不可将奶头及连接盖放入微波炉, 以免变形, 损坏, 最后, 若兰妈咪再跟大家讲下奶瓶存放的问题, 微波炉消毒后的奶瓶, 可以直接放在专门的奶瓶托盘中, 或者其他干净的地方, 针对前两种消毒方法, 消毒后的奶瓶, 不要急着用不擦干, 以免再次污染, 可以选择用筷子或者专业奶瓶料干架, 将奶瓶支撑起来料干, 经过高温消毒的奶瓶本身温度极高, 用不了多少时间, 就能把瓶里的水汽全部蒸发了, 以上就是我们探讨的宝宝奶瓶消毒的问题, 相信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